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什么大病 纯粹粗劳过渡 年纪大几乎要坏 所以错过了一个星期 跟大家更新的时事 但其实看着大家 拨命将军说要解画的 问题是这个世界政治的事情 半日意言太长 政治是什么情况呢 一就是这个金针 忽然间有两个 又谈又不谈 到底发生什么事 会不会有人说是从中作梗 很有趣 另外就是这个侵侵和这个集团 大家一起打贸易战 其实打不成的 很久很久以前已经讲过 刚刚那晚Edward也有空在这里 讲这些话题 趴在地下被人打 就不等于战争 这是很过瘾的事情 今晚起码这些话题 都应有很长时间玩 大家逢博 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忘记 前线医生 就酝酿罢工 就是因为有些人 又杀到埋身 就进入他们的数 到底医生和护士 有没有监督关系呢 医生现在很大火气 这些东西牵涉到大家的民生问题 民生无小事 尽量讲起来 好吗 如果不介意 先讲贸易 先讲贸易 那世界大势 影响到香港 大家不要以为不关香港 经常都讲 香港最好就是做这个 法国烂财 法国烂财 其实今次已经看了一件很过瘾的事情 为什么忽然之间 中央会这么大手不拼 拼命给科研资金蜂拥来香港呢 又是回到以前国烂财的情况 当中国被人围堵的时候 香港就是唯一的活路来的 作为中国的唯一活路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发国烂财 不简单 为什么说科研资金蜂拥来香港呢 香港之前那些科技精英 都已经伸到树叶都落下了 几十年前 香港本身其实是有做晶片开发的 当年Motorola在香港设计厂的 大家不要忘记这件事 所以其实那个晶片叫龙珠 是很好玩的 甚至有香港的感觉 叫龙珠晶片 可以想象当年那些科技精英 其实跟根本心态差不多 是好玩 就是觉得很好玩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其实香港是有土壤做科研的 但为什么忽然会变成沙漠的呢 不然都全都抽走了 政府又不准 商界又不准 全部都上大陆 就不简单 就在上面深圳隔离 就在上面深圳隔离 过一条深圳隔离 其实不是又在用香港的 所谓深圳隔离也是靠香港 所以end up大家有一个错觉 就是以为中国的科技突飞猛进 事实并非如此 所以今次这个中美贸易战争 其实未曾战争开始 上次也已经说过了 只是美国宣布赛规 中国已经休克了 也就是说核心技术 根本并不掌握中国手上 而先前那次已经介绍过了 那你那个不加火 中国那个晶片计划也好 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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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是靠害 全部都是造假的 拆了你的嘴巴黏上去 那这样叫科研的 那香港人家没得跟他们斗 对不对 没得跟他们斗 我怎样跟他们斗 你拿过那些东西 抹走了坏自己 那你一定比香港的东西 那你更好比香港的东西 有什么这么简单 香港被人摘了水喉 就是这样围 今次中国被人围堵 就科技围堵 于是乎又要靠香港作为一个活路 救生艇 就是这个墨资转换中心 于是乎又扔了钱来香港 但是同时政府 香港这次就很配合的 就不是港英了 就是港共政府 非常配合 如何配合呢 同时宣布放宽中国科研人才入境 这是什么意思 这种深圳的都搬来香港的意思 香港的人有没有位置错呢 明明没有 对香港是完全没有好处的 OK 只不过是有人发出挂烂财 而发出挂烂财的人 又是地产商 整案什么科技工业城 整案什么家伙 合作科研项目 那就正了 收钱了 其实大学赚了多少钱 你说不敢说 但肯定商界就笑着眼开 这种事情 但地会不会放在何套区呢 你觉得 有可能 20年前 李嘉诚已经说了 何套开发区 就是引入深圳的所谓科技和工业 所以基本上 整个套路是完全不跟随 那么 地产商是一块国难财 大家有没有分的 不敢说 看看 把饼碎出来 整体宏观是没错的 似乎饼怎么分 各位市民千万不要忘记 是有国难财可以发的 你想不快都不行 而另一种 中国难财有什么家伙 免得说太快 有可能明灯一灯就死了 一灯就死了 结果 中国 所谓和美国的贸易战争 完全没有这件事 你看看刚刚公布的结果 双方有个贸易公布 双方都同意不打贸易战争 双方都不打贸易战争 双方都不打贸易战争 不打贸易战争 原来又是中国赢了 有 人民真幸福 人民真幸福 车又便宜了 食物又便宜了 什么都便宜了 人民日报出了一篇 又说要扩大内需 接着人内里面的文章封起 就说人民真的幸福了 贸易战又是为我们 现在不打贸易战都为我们 人民真幸福 扩大内需的意思是什么 爱祖国买美国 记住了 香港人又发过难财 已经增加了所有进口 减了关税 全部取消了 然后呢 其实未曾公布以前 我们商界春光水烈 才知道 已经知道什么事了 金融的改革开放 二十年前已经答应了 结果现在不开放不行 因为写了 都答应了做 其实各大华尔街大行 投资银行 已经公布了 正式进入中国计划 由现在的百分之五十一 控股股权 可以随时去到百分之一百 基本上中国的金融防线 全面崩溃 门户洞开 全面崩溃 不是门户洞开 我想起晚清那些 晚清也有个样子 关税压了给你 但关税的税局还是中国的 大清关税税局 你明白吗 现在 不要看 所以基本上 中国 其实是要符合当年 他入世贸答应的东西 不过今次所谓 符合世贸要求的条件 就是输得非常难看 是出股或出不了 被人踢爆了 夹春袋 然后全面投降 所以如果有人说 这个 就是刘鹤 整班是这个 就是李鸿章的话 sorry 李鸿章的大人 非常不努力 为什么 他都是历战而屈 大哥 你打祸金的 不够人打 兵临城下 被逼先城下之盟 大家明白什么事情 你真的不够人打 但这次美国佬 是兵不血人的 你明白吗 都没用打 即是公告财规 大清是没试过别人 都试过 凶过那些次 然后有 纖码这些 也有的 别人被人趁火打劫 但也打过很多次 趁火打劫是有的 问题是每一次之前 都是真的打到架 也有的 你疾不要紧 你真的有打 但依和团都给你们看 依和团 不说道理 都起砍两个洋人给你看 起砍两个洋人 半个都不行 半个都没有 连异和团都不如 我告诉你 我觉得 你对比那些和约 即是如果说 今次的联合公布 嗯 那个联合公布 那个联合公布 直接是侮辱的 直接是侮辱的 特朗普特朗普 直接是 真是 摩尼光珠 真是善权欲国 真是善权欲国 善权欲国 没有第二句 如果大家看看联合公布 哇 真是完全 巨巨 即是 巨巨到肉 我的感觉是一个小孩 特朗普特朗普 正在扯着耳朵 是啊 是吧 是吧 他说双方都同意 这个贸易 知识产权问题 是重中之重 重中之重 是 是 翻译上 翻译上 就是中国的翻译 去到它的中文版本 叫什么呢 是高度重视 高度重视 英文是paramom 是最重要的 那整件事 其实大陆是认了 是我的臭小孩 就是以后 大家就不用担心 新把子会去控制 这个平衡 OK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还有中国是承诺 甚至乎会更改 它自己的这个专利法来 绑了 写了 就是要跟美国 之前中国讲的一家货 就是我在这里登记了 不跟你的事 我可以告你 写了 唯一在公布里面 最实质的 就是说会修改 其余那些都是很虚的 其实这件事 又是二十年前 入世贸的时候 已经答应了 要跟全世界的知识产权 看齐 什么叫看齐 也就是说 别人登记了的东西 不要说你有本事 折触才登一笨 所以你新把子 够胆死去 就是这样来的 中国知识产权 以我为主 现在被人拔到尺 他不需要理会 这个国际体系 根据他 之前的说法 他自成一体 自古以来 什么都是我发明的 现在好玩 也就是说 完全门户洞开的情况下 趴下会发生什么事 肯定会逐个 知识产权 被人翻账 翻案 算账 清算 看一看 你什么时候登记 你抄我 还要登记 打出你 待会逐个打我 看着来 逐个打 美国都已经说明了 其实这个 并非一个实质上的协议 只是签了一个声明 它说是随时可以改的 美国是兴其宴 宴其宴 不会这么难看的 起码美国佬不敢 现在说 随时我可以改的 你明白为什么 既然你都不君子在先 我就不需要仁义道德在后 所以现在美国佬反而保留了一件事 其实我不用跟世贸的规矩 反正你不跟 我先逼你要跟 你有什么移动 不跟的 我移动你 是 所以这些东西说得更难听 就真的是 即是被位人进 就是被位人进 所以这些难看 难看就是这些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之前说大斗 可以打敏战 看见了什么 我们看看他公布的说法是什么 增加收购 增加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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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还要说 取消关税 both sizes agree are meaningful increases in United States agriculture and energy meaningful 是meaningful 是meaningful 即是美国人觉得有意思 是的 给一些意思 是我觉得有意思 美国人觉得有意思 这个字 宵公英文就可以了 很明显 这个meaningful 其实很少表达 meaningful 是一个很主观的用字 对谁有意思 对谁有意思 不是意思 意思是真的有意思 是真的美国人觉得有意思 他都用枪指着你 意思是立家科 不就是你不用再辞 不可以辞 不可以辞 你不可以收关税 然后还有一个 翻译是乱来的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end a team to China to work out the details 刚才说大斗进口 还是能源进口 是美国派人来监督你 中文他译了就是说 双方同意有意义地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进口 接着又说 美方将派团赴华讨论具体事行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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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搞定它 是work out 是的 他们也讨论了 讨论 用口而已 work out是用手的 是不是亂来 恐怕不等完手 work out明显就是搞定它 搞定它 我会派对人去中国搞完手 我直接的意思是这样 很直接的 他真的不是说接管你海关 是的 真的不是说接管海关 他真的不是说接管海关 你老板跟你说谈话怎么做 是不是跟你谈 那叫指示 应该回直做 那你喜欢的 那也是谈的 你不就继续谈 他做吧 你继续谈 他做他做他 他说他做 他做 这个是谈谈的 还是谈的 翻译真的很云微 一来 那也都是中国其实无可奈何 就是不能够不屈服的 很简单 上次我们已经剧透了 已经知道什么事了 中国商务部份奋怅 就是农业部份奋怅 居然又来门上欺下 大家忽略了这个小道消息 又来门上欺下 就是美国佬不买 我可以其他地方买 我一定不用给美国佬的 结果发生什么事 就是南美洲国家 拼命在美国买 然后加价转口运给中国 太好了 什么叫法国难寻 香港那些人 后知后觉 我已经提醒了你们 反过来 你不用巴西那些死仔猫 动手 你在香港做企业 我就是美国企业 你那些水货经济是怎么来的 我狂纳大豆你一定要 你不能不要 很简单 为什么这么简单 所以变成了 吃了两个礼拜规之后 商务发觉原来拆得很重要 结果都是美国大豆 但加了三分一价钱 你到底要做什么呢 所以变成了 你不用急 反正你也要买的 你没有钱 你也要买的 不是 他赚多了 你明白吗 美国佬是赚多了 所以这次呢 说得难听些呢 是 川普呢 网开一面 不赚那么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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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美国佬坚持 我总之就跟你继续说 僵持的话呢 中国是要继续给冤枉钱的 而美国是不会赚少了 反而是赚多了 OK 那情况就是这么搞笑 所以说一件事 桑拳玉国这个都被凸了面 当年如果你说李鸿章 那叫做桑拳玉国 都叫做力敌而屈 你明白吗 真的被人打到你趴低了 口肿面青那一只 你也叫做有打过 这次真的是 哇 铺了狐地尖 对 人家派的那一队到底是什么 不用你不回答他 人家派的那一队 还要跟你继续表现的 很明显是投行已经成为事实了 我来是跟你谈投行条款 不是啊 是谈怎么接收 条款都不用说 他说的问题 大哥 你这些不平等条约都讲清楚 细节 这是没有细节讲的 是空头支票 他满意为止 他满意为止 他要派人来继续表现 即是接管的 你记得先前我讲一个比喻 孙中山讲过 刺激民地是什么身份 明白 刺激民地是没有人认同的 不过你要交货 每天都保护你了 照顾 其实真真正过瘾的 是骨牌效应 骨牌效应 就是你自己自命是天朝上国 哇 你耀武扬 有多不威 我做第二只航空母船 威给你看了 但是根本美国完全不用给面 完全不用给面 你想想其他国家 接着会发生什么事 即是你继续财带气粗 继续买联合国 亚非拉国家的票 没什么所谓 你就落台湾面 反正是不是都可以落他面 你够横漫 只能落他面 不过其他国家看在心里 尤其是反复复复 先前马克隆 法国总统凡王 说什么 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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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是平等 即是说 如果美国都开了这些条件 我觉得欧洲不会不开 而更加坐享其成的 麦加科就是北極熊 上一次 阿冯博声说 很贵的新闻 给大家看 哈哈哈哈 就是俄罗斯 居 飞涨过河 走了去南沙 开油井 有没有留意 是俄罗斯 飞去南沙 即是中国领海范围里面 开油井 中国怎么反应 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新闻 外电有报导 中国打死也不当有事 这么简单 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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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着俄罗斯 基本上最了解中共的就是俄罗斯 哦 这么久都吃着她 不过都吃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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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次是完全不给面子 是派人去南海 中国自称领海的范围里面 转井裸油 哎 落面落到足够了 所以 只差在说 不是上你床 而是被被子 你老婆糟糕 麻烦 哈哈哈哈 那种反响是什么家科呢 记不记得 其实有很多专家都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共的所谓合法性建基于什么家科 建基于大家有饼牌 有温饱 就是所谓的粉青那些东西 只是虚火来的 真真正的会影响到中共的所谓的稳定性的话 他们经常讲知爆 不知怎样爆 其中一种就是流气方式而不爆 什么叫流气方式呢 如果好像满清那样 力敌而屈的 都还被人见到明刀明枪 有几个拆枪走火爆 那么中共 somehow 你可以说他聪明也可以 你可以说他笨财也可以 聪明了什么 他不明白跟你打 他留下手 可以继续宣传骗自己的人 你说扩大内需 中国需要这种东西 中国都改革开放 我就开放给你 所以变成所有这些 所谓的情况男子 永远都是赢的 永远都是赢的 他永远没有输 他没有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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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就不会输 很有哲学 是真的 是真的 你没有打过 我说我让你半辟 不真之真 我不同你真 等于当年和这个满清一样 香港这些不无之地 是 家惠远人 家惠远人 这么远来到水都没有淡 我们天朝什么都有 给你 喝水 麻烦你 我给你一个地方 拍一架船 叫香港 麻烦你 你这些蛮夷 可以有地方 停拍一下 something like that 就这种口气 就这种口气 看来什么时候 霸后 今次的讲法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因为他不打 他没有打过 画面上看到 还是耀武扬威 第二号航母出海 接着有隐形战机 虽然被人拍到 不知道怎么看得到 中国的隐形战机 普通雷达都探測到 只有中国的雷达探測不到 这个才是重要的 印度的雷达探測到中国的隐形战机 很重要的东西 中国的隐形战机 是用中国的雷达探測的 搞清楚这件事 科技很先进的 你不懂的 你不懂的 聪明人才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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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国今次的过瘾 国王的飞机 自己打他们 国王的飞机 这次是国王打飞机 大件事 所以过瘾探測什么加科 中共依然维持它的合法性 是在于有饼可以排 一天有饼派 你也不觉得有事 但有些叫做 就很快出现 快速到你想象不到 例如某些战争主持 因为他们没有打 他们说什么都行 老百姓说难听 是奈利吾河 是奈利吾河 但实际中国的老百姓有没有损失 大家想清楚这个 中国的老百姓有没有损失 不是 我看到一篇文 就是说中国青年有点沮丧 因为那个退让比原本小 他们意味着 他们竟然要给很高的宽税 来买美国货 中国青年普遍有点沮丧 对于这个贸易战 不开 不开 手机也不开 没有上线那么多 折扬不够 真可憐 大家想到什么 又要来香港施捨我们 接着快个汉座 各位 所以说合法性 在于它可以派饼仔 其实今次的贸易战 technically speaking 是没有损害到中国实体经济的利益 损害的是什么利益呢 是垄断经济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也就是先前那些造假芯片 银行垄断经营 国企 国企 尤其国企那些东西 是用来保住它的殭屍企业 你想想 在外来货物冲击的情况 满清试过 满清试过 当年的港费物加科呢 是很反过来说的 就是在洋货冲击的情况下 傾销 傾销来形容 民族资本就凋零了 那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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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啦 OK 那麽楞弱 結果VEN 指示中共既得利益者 這個問題才大 但是大到哪裏呢 大家經常這樣知爆 答案大家是理解錯誤的 我研究最新其中一個話題 寫文都寫了不止一次 就是蘇共解體是甚麼一回事 蘇聯解體是甚麼一回事 蘇聯解體最直接的原因 並不是人民思想開放 人民一向都思想開放 OK 真正解體的原因 是蘇共的骨幹分子跳船 他是一夜之間 由擁抱共產主義 變成擁抱資本主義 有導火線有甚麼加幅 就是蘇聯自己經濟崩潰 當他依然抱著你的計劃 經濟抱著你的黨中央的時候 有好處就抱吧 沒有好處 搭沉船 就跳了 他有本事跳 所以不是私有化這件事 令到他出錢 也不是震盪治療那麼簡單 純粹是當年蘇共 記得利益那幫精英 決定跳船 一夜之間離棄蘇共 變成了寡頭壟斷 情況一樣 因此中共的爆煲情況 你可以參考蘇共的話 是可以抄的 老百姓一向都思想開放 有飯就吃 不簡單 真真正正有能力取向的 是中共那幫既得利益者 因此如果今次侵侵 真的洋貨 即侵華 會發生什麼事呢 直接受益的是國企 在壟斷性的經濟 在作假 即那些立錢 直接會打擊的 打擊的其實是中共的權貴資本 在這樣的情況下 到底這幫掌握 政經甚至軍事實力的權貴 會有什麼反應呢 這個才值得想 我覺得情況和蘇共可能有點不同 蘇共那時也沒有人裸官 他們全部都是 他們的心理應該會很不同 這樣變成 他們回歸祖國 回歸外國 他們的孫孫小時候 是祖國來的 美國那麽多 澳洲那麽多 英國那麽多 香港那麽多 即沒有中國人那麽多 即中南海忽然之間沒有中國人 他們會 跟建國大業的電影一樣 是一樣的 是只有一個中國人 那個人剔走了 然後湯圍 剔走了 為什麽 因為他是中國人 中國人原來不可以參加 黨政軍中央事業 建國大業 原來就是事業 唯一中國人被剔走 實際上也不差很遠 一模一樣 變成大家經常說 知爆知爆 經常說這件事 經常說 但不知怎麽爆 要參考的是前居可鑑 就是當中共裏面掌握黨政軍經濟實力的人 都覺得活不下去的時候 他會想什麽呢 這個才過癮 你看 他跳船的形式可能不一樣 我還未想到怎麽潮船 未想到怎麽潮船 未想到 但他不會不想保護自己 他有很多暴露 其實 但不會不想保護自己利益 為什麽呢 他怎樣都想 當然會領到最後一秒 不止 因為有時這些性命有關 最簡單的例子 馬來西亞變天 納吉馬來西亞變成街日下囚 你看 但中國的網民 真的不開玩笑 這件事你講一下 小公的事 馬來西亞回來 那邊變天很過癮 就是馬克特爾 忽然之間92歲的人出來 說納吉不乖仔 出賣馬來西亞 這是他的一馬基金 一馬當先 一馬當先 不是一馬基金 但是被中國的網民恥笑 是什麽加科 那麼少 雖然 雖然貪婦舞弊 但一人有民主 你沒有 我真的可以用選票 把他放下來 我冰不血印的就是 可以政權交替 以及開始 反貪腐調查 我不用你什麽加火 就是青天大老夜來 亦都不是全民公審 回歸正常 就被法庭去跟守 當然是法治來的 因為馬來西亞和香港一樣 都是行英聯邦的習慣法 搞清楚這件事 而以前 即是六幾年的時候 其實未獨立之前 跟香港一樣 馬來西亞 終生法院 最後上訴 是去到英國書民院 所以法律體制 又很獨立 只要你拿走 那個貪婦的黑手之後 法院現在發威了 第一時間 是騎人們 是否有立即和他老婆 OK 禁止離境 禁止離境 但搞笑的是 馮國子劇透了南瓜的時候 中國的網民恥笑立即 不是說有民主 拖禮落台 那麽臭 而是反過來 你貪得那麽少 甘肅天水 只有十多億 很窮的地方 中國最窮的餘養 只有幾十億 九十幾億 大哥 怎麼搞的 唐堂拓國之君 真是 真是 打死他 失禮 你看一個很個人的情況 為什麽黨政策領導人 未必會只是走路那麽簡單 原因就是 如果留下一個政治真空 涉入了一個政治真空 裡面 權力核心那條人 隨時會清算你 萬一 萬一司法獨立 嘩 首先司法不獨立 都是 總是誰坐在那裏 就是 等著駁起來 等人插一樣 他都一個冷笑的 我貪那麽少 有沒有搞錯 你看我不起 他的馬仔也貪多少 他貪三千 搞錯 所以變成就是 你看薄熙樓那種冷笑 是很TELL TELL SIGN 這樣一家貨 中共內鬥是正常的 但內鬥到什麽地步呢 現在有僵持狀態 僵持狀態 你又不敢退 他又不敢退 你又不敢進 他又不敢進 你又將軍 我又將軍 你殺我的人 我又殺你的人 所以在一個僵持狀態 說得難聽一點 是僵屍體制來的 是做不到任何事的 所以怎樣說 蘇聯武大哥 現在普京 這個俄羅斯強人 看得這麽透的意思 他明知你是僵屍政府 所以他就算現在去南海 你的油田去挖油的話 除了你出口之外 是沒有東西可以出的了 而中共這次 連出口都不敢出 出聲音都不敢出 任由你拿 其他人看得到 跟印度一樣 我拿一塊石頭扔就行了 基本上這個 就等於次殖民地一樣 是一模一樣 甚至是不會反抗的次殖民地 其實這個是一個集結號 即是一個新殖民的來臨 可能是有機會 磨刀霍霍向牛羊 這是新殖民 新鴉片戰爭 新殖民到一個什麼地步 滿清都在富裕華人抗爭 打過 也有敵蓋同仇 這件事 不是的 他開盡宣傳機器 確保你的藝民 去配合外國侵略者 這次是 擴大內需 麻煩你 別人賣不夠的東西 你買多些 就是這樣來玩 所以 實質受影響 不是老百姓 但實質受影響 是記得你的權貴 老百姓 怎麼都會買美國貨 是嗎 沒有損失便宜了 先試過有個 阿伯 即是懶吊 受訪的時候 我都不買美國的東西 我只會想 所有資料都是從美國來的 你不要吃雞 你不要吃豬 這麼簡單 他以為不買美國貨 上次已經講過了 你的基礎 全部是進口的 最高科技 最高科技 最低級的晶片 高科技是抄的 最低的 最低的食物鏈 那個基礎 資料 肥料 都是靠外國的 你說你不用外國貨 外國人 採你也傻 所謂你不用 隨便不用 你可以主觀地覺得你不用 你給錢就可以了 可以主觀 你還是給錢他 這麼簡單 整個價值 你都建基於別人的成餘 新值問題是一模一樣的 外國當然是拍攏手掌 所以我覺得 世界經濟是有氣息的 很老實 問題是建基於 經濟侵入中國 而經濟侵入中國 還有要創裏定的規則 肯定 原本世貿已經說好了 所以在這個所謂壓榨的情況下 我們不是民族資本的凋零 而是中共資本的凋零 到底會不會凋零 怎樣凋零法 未知 拭目以待 但我的分析 的確不是平常的 另外中興也要 從整個管理層剷走 是呀 這個很清楚 即是被人接管 即是等於接管 即是等於接管 又沒有了 拭目了 即是捉住一個中興 就已經跪下了 整個 中興上次還要去養水道 主動配合調查 當然 賺賣華為出來 當然是這樣的 即是賣國到這個地步 主動賺賣華為出來 都不緊要 清酒回大陸打靶 當時特朗普不敢騙他回大陸 打靶也有人佔底 是呀 所以中國人那時 即是心理 是變態到這個地步 你愛國還是不愛國 愛國你就把華為出來 但亦都是看回一件事 跟清廷一樣 當年為甚麼軍閥 會東南自保呢 因為朝廷不仁 我們自然不義的 大哥 你看看何志平發生甚麼事 你看中興發生甚麼事 你看其他國企出事發生甚麼事 中央第一時間跳出來 國籍 麻煩你遵守別人國家的法律 大哥 同樣是這個道理 中興這次違反美國禁令 賣東西給伊朗 大哥 你不是上面有個命令 他膽敢自己賣東西給伊朗 會不會 現在出事了 他就說 這班人不遵守國籍 那你所有的企業都有黨委 你不用說話 現在黨委入了企業 你的黨委會不知道 會不會 所以有些事是騙不了人的 下個割席 其實這件事 滿清的敗局是一模一樣的 東南自保軍閥割據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根本沒有人可以有罰 要他歸心 有甚麼移動的時候 中央會和我割席的 我都得鬼閒理你 我說到時火少圓明圓 我豈不是拍爛手掌 他旁邊不關我 我虧東南自保 所以這個敗仗 和滿清當然那個分燈色離是一樣的 所唯一的不同 就是今時今日武軍閥 技術上的形式上武軍閥 武內戰 甚至沒有對外戰爭 在這個情況下都依然出現這種滿清的敗仗的話 就真是拗爆了 很難理性地分析這個場面 唯一的合理解釋就是 中共為了要保持他的所謂合法性的統治地位 它是會配合外國人來欺騙中國的老百姓 就這樣簡單 欺騙了多久呢 我不知道 所以密切留意一下 到底民情對這件事會發生甚麼事 也就是說 真是到了美國代表這條件 work things out 的時候 就不要討論了 真是來做事的時候會發生甚麼事呢 那國企被人清算管理層 會不會把外國人進去呢 嗯 要看 OK 這件事我不敢這麼快樂結論 起碼我不是燈神 我純粹講一個分析的方向 前居可隔 看蘇共解體 解體 OK 走 扶寶 好了 講完國際形勢 我們回到本地 貼地 人生問題 上個星期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消防培養 我病了 但這件事 過一個星期 只剩下了一點點 但醫學繼續反彈 因為我這樣看社交媒體 好像都未停息 是很深層次謀診 之前那個星期就出了五千多個醫生 全香港註冊的醫生大概是萬三萬四 是的 法端在哪裏呢 就是公立醫院出了事故 醫療事故 醫療事故 就是護士封了喉嚨和沙捕 病人特色 是 就說醫生存了那麼多次房 為何沒有干預 為何沒有查過護士做事 於是就說那個醫生監管不力 就要停他牌 事情就是這樣的 表面上看起來 就是為民請命 說新章正義 那些醫生不負責的話 就要停他牌 罰醫生 就像大法人生一樣 所謂病人權益 病人權益 所以這次深層次矛盾 深水炸彈炸在這裏 到底醫生的權責 實在是怎樣劃的 為何這麼多 我實在說 其實你知道醫生首先 是很政治冷感的 因為其實很老實說 你外面的世界 怎樣 就是香港怎樣民不聊生 其實香港的專業人士 永遠是消不了他的答 記住這個很重要的背景 所以他們的政治冷感是很正常的 還有殖民地體制 你看看基本上是政治殘廢餐 基本上是不需要進行任何抗爭活動 他的利益在這個體制裏面 其實永遠都是受照顧的一群 但是之前當然在過往吹來吵的是什麼呢 其實主要是未完成專科訓練的醫生 他們在醫管局的食物鏈裏面 當然是比較 就是在醫生裏面 叫Packing Order 其實他們日吃日吃光 其實他們理論上是接受一個訓練 專科訓練 但實際上醫院裏面 上面上去的那些 拿了牌做顧問 副顧問醫生 顧問醫生那些 其實就不用 真的不是 實際上跟你在那裡 按照三六小時那些 當然不是 其實是這班 過往比較出聲出得多的 但這次很明顯不是純粹這件事件 是人人致危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惹到他們這樣出聲化呢 像剛才的比例有過 Active的醫生有萬何有懷疑 全香港還是Active的醫生 其實有一半已經出了訓練 其實是一個很清楚的訓息 聯署是要令到他們有一個回應 其實很難的 因為醫生肯定說 影響不了他 他不理會 這次真的是吉度肉 因為很簡單 只是 當然我們這件事 我也找了一些醫生朋友去理解 但他說太敏感了一件事 他不敢上來講 我問了他幾個問題 我們跟大家講 我們講吧 不要有所謂 他的理解很簡單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出聲呢 就是人人致危 人人致危的意思是什麼 如果用醫委會這次的標準 其實 有什麼不關你的事 不是的 醫生是叫做一把刀在頭上 有什麼不關你的事 其實 每天都關你的事 你說這個是下級的 其實這是一個每天發生的事情 基本上每天醫生都是順順的護士 專業人士是基於互信的 大哥 你自己建一間大廈 你會不會不信打妝那個人 你裝修的時候 想了我 什麼事 關你裝修的時候 打妝我怎麼辦 當然 另一件事 當然要平衡 為什麼 仍然這麼多人 即使是有識之士都好 也有不少說出 其實你醫生真的在權力架構裡面最高 分別的 甚麼加科呢 這個Supervisor的所謂權力架構 不是醫生的線 另外有人架空了醫生 很多人忘了你架空了醫生 那叫做醫管局 大哥 有幾件事可以說 首先醫管局這個機構 我稍後再說醫管局 醫管局本名思義就是醫管局的僱主 醫管局是僱主 其實這個本身是一個挺特殊的安排 因為一般的專業 其實如果你講會計師 講其他的專業 一般來說 其實會有一個很有趣的限制 譬如你幫一間會計行打工 會在行裡面的僱主 一定自己是有一個牌的 因為很清楚 你屬於僱員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向你的專業那個 守則負責的前提 其實很取決於你的老闆本身 是不是這一行的人 是啊 如果他本身 專業自主 那個liability 都是向同樣負責 權力的那個架構 是同源 最終指向就是 那個council 是最終的紀律裁決權力的 是啊 那他才可以 assume你這個專業自主 是啊 因為如果你 相同標準 之前有這麼多醫療集團 其中一個令人救病的地方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醫療集團的老闆可以不是醫生 沒錯 他怎樣做事 你作為一個僱員 如果你還要是 簡單一點就是 專業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內行管內行 你不懂那一行 就麻煩你不要去管 你不是專業什麼意思呢 就是外行管內行 政治掛稅 所以當時凡博講了很要害的 所謂深層切毛腿和一家科 所以說是架空的意思 就是如果你本身是醫生 你是管一個醫療機構 你下面再管醫生的話 我明白什麼叫專業自治 什麼叫內行管內行 但剛剛就到肉質掛稅 不過我們先講一講醫管局這件事 醫管局其實你說它是外行也不完全是 因為醫管局本身都是一個由醫生領導的大體上 但是這個不是一個必然 不是一個製造上的必然 不是一個製造上的必然 它只是一個默契 其實這個是當醫管局在1991年 成立的時候是一種默契 很清楚的 就是當時如果你說有一群 接受過管理培訓的醫生 年輕的那群 楊永強為代表彥 其實他們是的而且確 醫生的自主權在醫管局是大了 如果比過往屬於政府 甚至在一些公營機構的年代 其實醫管局有人說沒有管管 原因是這樣 所以你說它完全是一個 政府派人來 空降監管不是完全是 但是我會想一下其實 本質是甚麼 它本質上 其實法定的權力上 是不應該可以凌駕於醫委會的 其實是沒有的 它沒有一個法律 它的牽制權力不在 所以為什麼我說是一個架空 是架空的 今次的事件裏面 其實有人說 醫療會看你的標準是質素 它不管你處理多少病人 病是亡不是藉口 但亡怎會不是藉口 那問題是誰令醫生這麼忙 然後醫生在說一件事 那個所謂罷工的意思是 如果我要完全符合 醫委會的指引 發牌機構的指引 我就一定不可以做這麼多 是啊 所以到底為什麼會 醫生做到超時 以及不夠人做事 所以經常說 到底你所謂專業負責 向誰負責 護士在醫管的架構裏面 是否向醫生負責 這個又要說另一個 你會發現護士 她也是專業 代表 這次的態度是很有趣的 是可圈可點的 有部分出的意見 其實是不想見到這個本決 因為你罰的醫生代表什麼 其實醫生最有什麼非 不是護士 是啊 剛才你只要提出這件事 其實本身在日常的醫管局裡 其實已經很清楚 是會交給護士 這些是一個護士 是一個部分 甚至我們在醫管局裡 那個病房經理 其實有另一個 那個Line of accountability 其實是在護士長那裏 是呀 病房經理那裏 所以我問醫生 你要罵護士 現在你會 不是的 不能直接 不會的 醫生現在 不能直接叫自己 可能叫自己的 那個叫做 叫自己的上司 跟護士長說 是這樣的 是啊 不能直接 因為不是你的人 嚴格上來說 這個是護士這件事 如果大家有印象 護士的專業培訓 即是在大學裏面 受過 是之後的 它都是一個專業 再講得簡單一點 很簡單一點 如果你說那個所謂架構的問題 那個reporting line 護士的reporting line 不是醫生那裏 護士的reporting line 一直都是醫管局那裏 搞清楚這件事 所以來來去的矛盾出在哪裏 就出了醫管局 這件管理層的問題 你的所謂管理機構 你既管醫生 又管護士 你就不要跟我說 你只管醫生 叫醫生去管護士 不是這件事 實際上不是的 實際上不是的 但不過有個微妙之處 在日常工作裏面 其實你說醫生沒有一個領導權力 也不是 他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那個醫生他就說 其實這次事件發生之後 很簡單的 醫生 或者自保會怎樣 屌你 不是 除了屌 除了發怒 以前是這樣屌 以前是任屌 現在不是的 現在很簡單 文明一點 寫下 你每個小時要量血 每個小時要看他一次 就做死你 你不能不做 對 對 問題就是 過往有些時候 醫生其實也慢慢接受 近年也接受 護士的確有他自己的範疇 那你就放給他做 其實說真的 你真是先進一點點 你真是看世衛 其實做過一個很過癮的事情 遲些我會拿一本書材 跟大家說 就是說 在一個高度專業分工的世界裏面 其實大家不是所有 這種所謂科層架構的指揮 各自都是專家 大家都是看的一種 叫checklist 也就是說 你進入病房裏面 各自分工的 甚至是醫生 甚至是護士調分醫生 如果醫生未跟著手續的話 而護士留意到 你不跟著程序 護士要有責任出聲 有權有責任出聲 互相監督 這樣才要專業 是一個現代化的 現代的醫療裏面 因為現在越來越複雜 複雜到的程度 你不可能一個專家 決定整個程序 即是跟起樓一樣 所以變成現代的醫學管理 講管理 不是專業技術 是整個醫學技術的管理 是集體負責的 我們稱為跨專業 沒錯 跨專業的優先條件是甚麼 你的管理架構是相對應的 所以香港出現了一個很變態的情況 一家科 就是醫管局 其實是不清不楚的一件事 由於醫管局不清不楚 但是大權在手 他可以叫你醫生 36個小時站在座上 不要休息 一間接一間 又可以叫護士自己專業 自己負責 但有事的時候 他就叫你互捨 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大家只能問 甚至是念義 醫學界我都覺得不多 就是醫管局有沒有懲處權力 還是有所謂醫委會 醫管局 其實 他只可以解僱你 是 僱員身份 是 懲處這件事 當然你作為一個僱主懲處 但那個基礎 是否應該是醫委會的裁決 你才可以做決定 為何就是醫管局 基本上是不清不楚 而那些醫學界 其實就是要求醫管局離清 其實醫管局憑什麼去離清 他和護士的專業關係 其實他不能離清 但是他又不能不離清 他有權捨 實際上 實際上是醫管局的 但是 醫管局不負這個責任 但是醫管局 有沒有這個 就是等於當年 當年前子醫生提出標準公示一樣 明白嗎 假如醫管局是有權有責 去確保醫療質素的話 如果醫管局是有權有責 去做這件事 第一件事他要做的 就不可能 不管資源分配 也就是說你是這樣的醫生 你有這樣的事情做 你不聘請醫生 會發生什麼事 超時的 當然 其實老實說 根本這個事件 醫生慶應什麼 其實有一個前線醫生 他沒有政策上 影響不到 他只能夠選一件事 你用什麼態度和工作 香港的醫生 其實他就是 基本上 你也知道 香港的醫生 可以說全世界最難考 差不多 他們那些人 其實很難捱得 很難捱得 基本上 就是有一個默契 醫管局基本上 平時對那個所謂質素問題 老實說 睜眼開睜眼閉 是一個醫生 你只是試試去公立醫院鄰階症 進來 打電腦 進入了紀錄之後 就趕你離開 你說不想 可以嗎 我也沒有醫生想做到這樣的 是啊 那問題是醫管局資源管理問題 但問題就是整個制度是這樣 那些醫生就簡單來說 他就是用他最厲害的方法 扭進入入入 令到水平大致 去應付你的制度 令到水平大致上 叫過了自己 是 那方法就是 醫生扭進入入入 就是為了應付一個 不合理的制度 問題是制定制度的 support 不是醫管局的責任 那我們 另一個問題 就是牽涉到 所謂輸入醫生的問題 那些人就罵醫生 你們一方面又是人手不夠 另一方面又是保護 又不讓外國醫生進來 那我 醫學界到底是否反對 輸入外國醫生 當然不是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水平雙塘的大佬 其實就算外國 工作文化是會有些不同 但我猜最大問題 最不同的在哪裏 來源 即是如果你說醫生 會和他合不來的 最害怕的 那個惡夢在哪裏 其實很簡單 你看一下 其實有很多經驗都告訴他 有很多人在上面 有實習慣見到 有些公立醫院 有些口音的醫生 大致聽回來 其實基本上 那個態度相差很遠 跟香港醫生做事的態度相差很遠 OK 那當然如果他這麼聰明 他就算在大陸醫院受訓 但考到香港的牌 那你也不可能 趕他離開 因為他打開門口讓你考 那人就說 不是啊 市場太難了 只有百分之十的客戶 是刁難的醫生 實際上兩年前 一六年的醫委會改革 梁振英時代的醫委改革 就已經踢爆了一件事出來 這個數字 我很早之前已經看過 OK 就是到底百分之十的 合格率是怎樣來的呢 有人說百分之十是很難的 但是合格率 是否有一個先決的條件 是由甚麼人去考來決定的呢 那問題合格率在不同的應考 那個群組裡面是不同的呢 是啊 很清楚 如果你看英聯書 是某一些群組特別低 是啊 但是勇未考的那就是低 我之前也寫過這個 在某些媒體也寫過文章 我的說話就是這樣概括 就是有能力的人不去做 沒有能力的人撐住做 實際是這樣來的 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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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英國也見到 有些香港人 即是在英國讀醫的朋友 他們就說很難的 我怕香港考不到 不是你不用怕 你在英國讀的話 你的合格率有六七成 不用太擔心 不用太擔心 但是不知為何 這些輿論就誤導了很多 即誤人子弟 是啊 但是 美國經常都說假新聞 香港都不少 是 除非 除非你有個爸爸 他有能力可以影響一些政策 然後就說 爸爸我們在英國那麼厲害 讀完書都考不到香港的事 香港的制度真的有問題 接著那個爸爸 又在一個立法會裡面出聲 除非你是這樣 現在的情況就不是這樣的 是媽媽 另外在整個醫院給你 對 除非你是這樣 對 如果你是一般的 做得英俊 因為是公司分開 他沒有影響你公認 搞清楚 我的感覺就是 不需要太多陰謀論 香港的決策有多複雜 讓數字說明一齊 對 不同的群組合格率是不同的 那現在出了一個 叫做有限度註冊 即是我們現在 香港醫衛會所謂 醫學界的說法就是 走後門 因為你知道 所有的香港醫生 自從97年之後 這個制度很明顯是97年而定 是的 因為回歸之前 其實我們和英聯邦大致上互認 看齊了互認 但然後 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搜尋我 網上應該有 我講我的制度原格 這件事 本身是怎麼來的 在整個英聯邦 總之 講香港 簡單一點講香港 他97年 就為了一個很明顯 有先見智明 港英真是好 隧道有三條 連這個保護你的專業制度 都做了一個手腳 就是臨走之前 收了一條例 就是說 所有的人 無論是甚麼國家 都要考了一個事才行 都要考香港的事 就沒有自動認可 很明顯 就是預期到 如果沒有這條例的存在 那將來 人家會要求你承認甚麼呢 如果你無條件性 如果你是不需要考試 英國進來 那為什麼大陸那些不行 對吧 就是很清晰的 整個 現在很明顯 事實已經證明了 是一直有些人 考不到你 如果你當日不收一條例 你想想 會變成甚麼後果 很清楚在保護你 你這幾十年 沒甚麼大問題 其實 真的是英國佬 先見之明 人家的行政經驗 的確是豐富的 當然這件事 其實你說 外國有互認 有其他英聯各國家互認 但新加坡是一個 比較特別的例子 他承認了一些大陸的醫學院 他承認了一些大陸的醫學院 其實他長人的策略 是比較進取一些 但是香港 用不需要學到他這樣呢 那我又有個疑問了 但是 大家要深入了解這件事 是新加坡表面上的開放 你想清楚它開放去變成 新加坡是一個很保護自己的國家 但是新加坡做了一件很過癮的事 其中一個搵食的方式 就是叫做醫療服務 對外的 但是那些服務的對象是甚麼 你想想 看清楚 就是不是新加坡人 所以其實新加坡醫生 新加坡人是沒有變過的 他額外輸入那一下 是應付額外來新加坡 尋求醫療服務的那些人 搞清楚 當然我們看回那個制度 如果看全世界 多數引入來 有兩種不同的執業的牌照 一種叫做通常註冊 通常註冊其實就是 意味著可以在沒有任何的 自己執業都可以 另一種叫做restricted registration 即是說那是一種有限度 有限度通常會限了一個年期 會限了一個執業地點 執業的範圍 對範圍 多數都是在 以前我們香港用有限度註冊 其實本身沒有遇過這樣來引入醫生 他那個有限度註冊用來做甚麼呢 就是在一些醫烈醫學的交流時候 請教授來香港 他都要執 農事排也要有 有些教學生 否則見不到那些註冊 對 多數是在這些情況下 引入一些專家的執務 例如說 公立醫院不夠人 我們現在就叫做 權利便宜行事 對 權利便宜行事 因為當你有這個有限度註冊 其實他只需要經過那個關卡 就是醫委會的投票通過 是不需要考試的 是的 那些人就說 而當日 你那個醫委會 記得當日 醫委會那個 council member 的投票 構成 是連同一些人一起改革 政府都說明 是要減低改革的阻力 那大家就明白 為甚麼會有人反抬 當日反抬 反抬要抓到為甚麼 你擺明是一個陽謀 擺明是局 陽謀都不知道擺明是局 你進去你走不掉 基本上是來來蟑螂屋 是的 如果醫生的多數 在醫委會裡面失守 而政府突然有改革 是說我以後 他也是負責專業判斷 你居然拿了政治判斷 去架空了醫療專業判斷 那你以後 扔進來那些會是甚麼人 所以當日 當這兩件事掛勾之後 醫生的反對是這麼大 那個原因就是 你如果是用一個所謂的 引入開外醫生 是用一個本來不是這樣的方法 是引入高端專家的一個 原本法例的原業 初衷 很明顯 你引入高端專家的那些證據 相對來說你容易去理解 但是如果你是說 我引入一個 如果真的當作是一個常態的 引入外奴 其實一般的國家 如果你看英國的國家 它是會設立另一種的制度 即是會規範化很多 所以那個擔心點就在這裏 即是我們說政府 你說要抄外國 那你先抄足 很簡單 即是你要抄足 所以政府說外國是有 就是贊成的朋友 那些致命 說要為民請命那些 你說要抄外國 那你看清楚外國是 真的用這種所謂有限度註冊方式 還是它是有另一套 基於那個審核各方面 其實是有一定的限制 不過我都在這個品裡面 其實是劇透了 海外 如果你說英國叫做其中一個先鋒 在這個上面 即是開放的話 其實本地裡面有很多反彈 包括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水平的確是堪憂的 是的 不單是被投訴的醫生 被定罪的醫生 其實那個多數是海外醫生 多數 當然你說歧視去投訴他 當然不是 定罪的都是 你有證據 而且如果你看一間 Durham前幾年做了一個研究 計算出來的 即是統計學上 你那個考試的門纏 即是分數 有些醫生考英國試驗 他要考試的分數 跟他那個 即是那個 會被紀律聆訊 紀律定罪 關聯 是有明顯清楚的 你那個基本上 你門纏越高越安全 簡單的 事實上也是 一合你常理來 其實 一合你常理來 你的質素保證 加科技 我就最厲害 香港的問題是什麼呢 香港其實我們是 E4 是修行最厲害的人 是 比普通外國的 其實條線 都是緊很多 所以你說 你考 來香港的市場 難考其實很合理 是 面對什麼競爭 對手的問題 香港醫生 其實不舉些什麼 還有一件事很簡單 你留在香港 兩大獨醫那些 老實說 當然是你考考 高考最厲害的那班 有些人如果去了 譬如我舉 不是我朋友 外國那些 現在在某些國家 對門差略理解 有些少不同 有些是寬一點的 澳洲是寬一點的 醫生比例也多很多 但是那些醫生 讀完醫不一定做醫生 不是那個practice 那個概念 有些是不一定的 所以它的比例 你看起來 醫學生很高 但是practice出來 有些不同 你一定要留意 不要吹水 不要混亂 不要互相面 第二 醫生 他們在香港 如果考不了高考那些人 有爸爸的 送他去澳洲 然後回到香港可以免試進來 因為以前這個制度的確有這個漏洞 不過以前有一個很過人的社會弱制 大家有個心理共識 最厲害的是本地讀書 你有錢不厲害的就去外國讀書 就是這樣 你明白的 現在的問題是 所以有一個牌子 有一種牌子 如果大家看看醫生牌匾 有一個叫做執照醫生 那個是考了一個執業試 考執業試代表他不是在香港訓練 因為香港訓練的考的試 就是在醫學院考了畢業就有 那你沒有這個試 就像剛才我說的 97年收到來 你就考這個試有兩種情況 那你考執業試有兩種 要麼你就在外國讀書回來 你考到香港的牌子 其實你考到那一堆 厲害了 厲害了 所以你也是經過香港的印仔扔下去 你有信心 經過那個品質應徵 它的水平是跟本地的那幫尖子是一樣的 如果你說我現在把這條線拔掉 哈哈哈哈 大領落了 所以各位香港的朋友明白一件事 看起來就好像專業範圍裡面的茶杯裡的風波 但衍生出來什麼加科呢 就是你的命仔緊要 你也要訓練自己看牌匾 如果不是有了這套所謂專業自治 或者專業自律的文化基礎 香港很多重要成功的因素 不一定是白紙黑字寫出來的 社會的支柱有很多 其中一種就是它叫共識 共識是什麼加科呢 就是專業人士是要尊重自己的專業 它如果不尊重自己專業的話 你的社會是無法活動的 醫學肯定是其中一個很關鍵的一件事 是啊 所以有很多不是白紙黑字寫出來 讓大家記起這件很簡單的事 SARS那一陣子 難道有人打槍指著你一定要留守太平間嗎 醫生是自己自動自覺做的 怎麼這麼簡單呢 但現在你相安無事就抓他出來打靶 你太平立了 你會說完崇煥 那次就像完崇煥 為什麼會深層切矛盾又加貨呢 當年馮伯踢爆了一件事 當年有份思考的 所謂醫管局的那個人叫楊永強 死什麼鬼呀 死沙士 沙士被人說他厚顏無恥 他不辭職都不行 就這麼簡單 這個是什麼人呢 是廢柴 他搞了醫管局出來 都是廢柴一件簡單的嘛 官仔骨骨 自視過高 根本當你的人不是人來的 他自己不只是醫生 他還要是高官 官那一下 他覺得比做醫生更厲害 這樣才死的嘛 為什麼當年廢人 弄出來的那個醫管局 有這麼多漏洞 就是他自己自命精英 精英到沒有人可以約制他 他只聽董建華的話 他又是醫生 又是大權在握 為什麼你覺得醫管是權責不清的那個地步 第一 他大權在握 我要你沒有飯吃你就沒有飯吃 我說要不請你建責就不請你建責 我自己加薪就加薪你沒得過問 所有人都是簽合約向我負責 不過當我要負責的時候就沒有關係的 你各自自己搞定 醫生要負責 護士負責那樣 病人負責那樣 然後有什麼醫管局作主 有什麼就麻煩你醫務委員會作主 不關我的事 這個醫管局以為做什麼好呢 以為做什麼好呢 收錢 不就是收錢 剛才我們就說了醫委會醫管局之間的關係 醫管局就是醫生的最大僱主 實際上他也是主要的醫務體工者 他關注的是一個行政考慮 他公器施肯施肯化 但問題是他對醫生有生殺之權 但紀律聆訊的權是以為會發牌機構 但問題是發牌機構永遠是不看你行政考慮 不看你不下標準就下標準 他純粹看你的醫學水平 所以剛才我說的就是 醫生就覺得我和你醫管局有默契 你接受我這樣做我幫你硬牠 硬牠了這麼多年 然後你有事一惹到傳媒 追著我們來咬你竟然不補我們 是呀 牠沒有權補你的事 各位醫生請醒一下 當你不搞政治 政治就來搞你的了 再說一次 你不搞政治 政治就來搞你的了 港英為何沒有這些事件出現 當然其中一個當年文字 還是相對比現在還未開 純情一點 但另一件事就是 其實我前很多集團都說過 港英的管治基礎是甚麼 是法團主義 是呀 政府和醫學界的精英 是打性管治默契 管治上是有默契的 管治是有默契的 他不會這麼傻疚 為了歉於一時的民情 而把管治基石出來打靶 我不是崇禎 港英不是崇禎 他不會捉完崇禎去打靶 是不是 誰有資格的 所以就是在以前英國所謂的共識政治 以前有這個說法叫共識政治 就是當大家默契 唯唯唯唯是難聽的 大家有默契的時候 然後這是很暢順的一件事 很暢順的 問題是你一拿走這個規矩的時候 你個個都不做君子 做小人 然後你就要講政治 問題是 以前有很多精英說 我不講政治 我討厭政治 其實你基於已經搞定政治 來講這句 在這個前提下 你當然可以不用搞政治 因為經濟經濟 當然是不用講政治 有殘廢餐位給你吃 問題過去九七之後 是不是 再講這套 逐漸大家看到 不同了 管治基石崩潰 所以過了二十年 如果你還不醒覺的話 你自己找來刷 如果你本身不形成一種政治實力 是迫使遊戲規則合理化的話 早晚要搞就來搞你 所以這次 你看政府廣告 叫你提防責人會說甚麼 爬手當然是怎樣 取易不取難的 你不自己在政治上組織 我不會搞的 對不起老闆 對不起老闆 就是這件事 所以這下民生無小事 不要以為這真的不關事 問題我又不是煽動你任何人 就是提醒各位港珠 你不搞政治 政治來搞你 今次這宗醫委會事件 這個所謂處分事件 就正是踢爆了 這個非勞非馬 死不將的醫管局 其實就是一個局 OK 如果你再不去處理的話 等於當年 前線醫生 梁家樓 鎮備一夫 說要標準工時 為甚麼 逼迫你控制資源那班人 付起碼的政治責任 你有資源要用的時候 麻煩你都是合情合理的用 你不要用到盡 一般裝成冷骨膚 以前很簡單 我促我的服務指標 說醫了幾個病人 但你只是擦醫生超時 不用補水 貴 我作主管會怎樣做 不拒絕你當然對不住 不老屈你也對不住自己 不好意思 小弟大病理 不可以 所以今晚不敢踢太久 免得表現實盡 如此類的 今晚多謝馮博 抽空黎 辛苦了 下個禮拜 我們給消功休息 下個禮拜叉電再回來 叉電 再見 拜拜 再見